第三題,若醫院將第四實驗的擺長改為144公分 則單白擺動一次所需的時間最可能為幾秒 我們看到我們前面的實驗數據是擺動十次的時間 所以在我們的前三次呢 我們的擺動一次的時間大概呢是1.6秒 而第四次呢擺動時間大概是2秒 而我們曉得單白的等時訊當中擺長越長 周期就會越長 那我們現在擺長長度改成144公分 所以他擺動一次的時間 也是所謂的周期就要比2秒還要長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選項當中 就只有珠選項的時間是比2秒還要長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 則單白擺動一次所需的時間最可能為幾秒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2.42秒